這裡是曾經美軍最害怕的地方 別名是死之谷 2001年開始 意願聯盟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大約70%的衝突都發生在這個死亡之谷 這裡是美軍死傷最多的地方 美國在2021年從阿富汗完全撤軍 曾經是最慘烈的戰場 這裡是阿富汗東部的 庫納爾省 靠近巴基斯坦的邊境 這裡是阿富汗最偏僻、最封閉的地方之一 與美軍衝突最為激烈的戰場 塔利班和武裝力量仍然處於衝突之中 這次是得到塔利班的特別許可 一個日本人和他的朋友 就來到這裡 庫納爾省位於巴基斯坦邊境附近 由地區的影響 人民與森林相關的工業和農業、維新 歷史上包括蘇聯、美國、塔利班等武裝力量 這裡受到外國列強的侵略 據說它亦對外國人特別有敵意 這裡是阿富汗最保守、最傳統的地方之一 這裡是全長10公里的山 現在正如你所見是一個很翹斗的山 人都是非常之少 這裡不單止是美軍 也是舊蘇聯軍的戰場 再開20分鐘 那裡就是曾經的美軍基地 塔利班現在聲稱控制著庫納爾省 這裡被稱為阿富汗最危險的地方 險要的環境 最容易潛覆武裝力量 由於資源豐富 領土和資源爭端持續不斷 甚至在2015年後 他們多次與巴基斯坦反塔利班組織作戰 戰爭就是曾經美軍基地 這裡也是 還有 那裡也是 這裡就是美軍作戰的地方 這個叫雷斯特雷波的軍事基地 就是這部已上映的紀錄片 問這裡誰建的當地成建商都有參與 這裡四面環山 這裡遺留了很多子彈痕跡 據說美軍走的時候留下很多武器 這位是當地人 他們都是支持塔利班伊斯蘭遊長國 美國從未得到當地人的支持 在2014年底 整個阿富汗 就有美軍2200名 北約安全部裏 3500名死亡 當地人非常之熱情浩克 他們邀請日本人留宿一晚 阿富汗當地人非常之熱情 這個地方叫Korango 住在這個山谷的 都是沙巴伊人 他們是阿富汗最古老的民族 我們看看他的房 這房看來跟阿富汗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他們的窗全部都是木製的 他們的房屋建造風格完全不同 居住在這個山谷的薄沙伊人 在敵人不斷入侵的歷史中 他們的傳統文化仍然得到保存 作為一名自豪的戰士 忠於家人 並時刻準備戰鬥的感覺 當地村民都出來迎接這位日本人 讓他參觀 這裏沒有電力 但是有太陽能發電板 沒有自來水 全部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他們正在做禮拜儀式 他們正在做一座新的清真寺 全部都是用手工木製 非常之美 我們看看他這條村的學校 這裏是村裏面的一座 一座伊斯蘭教學校 這裏有120名學生 70名男生 50名女生 這位是老師 他們男生和女生 是分開學習的 現在他要請這個日本人吃飯 這個日本人沒有預先提前 告訴他他要參觀 他們的款待飯送令他非常之驚訝 滿了句話說 他們飯送內容 令到他驚訝 這位就是這裏的村長 還有一位大人物 這兩位都是聖戰鬥士 曾經和前蘇聯軍和美軍作戰過 問他對前蘇聯軍和對美軍的戰役 哪一場艱難 這個肯定是美軍 美軍在針對平民家中攻擊 這一方面是非常之卑劣 以抗蘇聯的期間 只要你留在家裏就非常之安全 很多人無論年輕或者年長 無論男女 都在與美軍的戰爭中喪生 人們厭倦了美軍 他們都在這裏建立了基地 大概有350人在這個山谷死亡 其中包括年輕人和老年人 在現在有950到1000名戰爭孤兒 雖然這裏是一個小山谷 但我們為了捍衛伊斯蘭教 做出很多犧牲 將來如果再出現一個侵略者 我願意為我國家再做出一次犧牲 感謝我們真主阿拉 美軍已經離開和平來臨 這種和平 只有塔利班政府才可以實現 我們非常感激 對於外國人你們怎樣看? 我們尊重遊客 但其他國家的侵略者是我們的敵人 如果有一個美國遊客來 你們會怎樣? 士兵是唯一不受歡迎的人嗎? 我們熱情浩客 關心他們尊敬他們 如果沒有敵對心的人 我們會歡迎他們 白鯊伊人的文化 就是當有外國遊客來的時候 全村人都熱情浩客 這些是男人的工作 男人去招待客人 他們很重視自己的傳統和宗教 真是好多謝大家的款待 真是好多謝你們的超級款待 好保歉要你從這麼遠來 非常感謝你的光臨 這裡是我們的國家 這個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裡是聖戰者的家園 隨時歡迎來到這裡 太感激你們了 令到這個日本人感到驚訝 就是他完全沒有見過一位女性 女性有沒有在這個世界存在 完全見不到 我們看看外國的傳媒 是怎樣說惡阿富汗的女性 作為女性 生活在這個阿富汗國家 真是慘 是全世界最慘 但是這是局外者的視線 雖然拍不到女性 但是打架他們那時候 都見到女性 原來這個男性 當女性好像女王 非常之親切 女性的樣子 在家庭屯樂和笑容那裡見到 他們生活的快樂 他的朋友 還有朋友結婚的 對象 都是阿富汗女性 都是很幸福的 生活 在街裡看不到女性的樣子 但是就看到他們家中男女的關係 男性有男性的魅力 女性有女性的魅力 感覺到 男和女都是一個光輝的燦爛 你到阿富汗 他們不停地給你茶水 還有好好地招待你的食物 完全沒有要求你的什麼 而給你的親切 還有聽到他們說 他們經常舉行禮拜 禮拜不是強制性的 都是發折他們的內心 每日要向五次向神敬拜 接著就可以神那裡拿到些東西 給出來的東西就可以得到 不只是在禮拜 日常生活裡面都是 他們不會要求你什麼 不停給你 所以對於關於女性 都是得到很正面的東西 傳媒有在這裡誣蔽 他們說在阿富汗 說他們體驗過被偷東西 拐帶治安問題 如果不去到阿富汗都不會知道 他們對女性是非常之重視 為了要保護女性 有很多部分的規律 局外者看來 這樣做好失敗 和好累 又說去過著貧窮的生活 其實他們自己給了自己好正面 得到好正面的東西 這樣去生活 但是在他們充滿這麼燦爛的生活裡面 他們說昨天有六個小孩 坐著車 被敵對勢力 用炸彈炸死了 讓我看這兒 他們說 到了 海泥